我们是接到命令 5月20号接到命令以后 然后就开始往北京激发 6月3号下午我们接到了戒严命令 要不惜一切代价 直直到达天安门广场集合 有一个面包车从天安门广场方向过来 有一个市民已经受伤了 阻着拐棍 腿上包着炸带 缓缓地从我们部队面前吃过 虽然他没说话 我想他从他的眼神里看到 就是充满着愤怒恐惧的眼神 一向是否是告诉我们部队已经删了 6月3号之前我们部队虽然发了枪 但是没有发子弹 6月3号下午七八点钟吧 我们这时候就开始发子弹了 所以一个军人很正常这个第一个反应 就是发枪发子弹 但是就要开枪了 我作为一个解放军 虽然我没开一枪 被伤害任何一个平民百姓 但是我作为一个解放军 我觉得当时的历史角色 是一种耻辱 应该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再四代的黑客人